我们来看这一题,视觉抛物线s平方-y-1等于0,与支线s-y-1等于0,所微层的区域面积为多少 要听个意思呢,那么首先我们在坐标平面上,就来做出抛物线s平方-y-1等于0的图形 那么意思也就是说,我们要做出函数y等于s平方-1的图形 接着我们来做出这一条直线来,所以我们要做出直线s-y-1等于0 那么意思也就是说,我们必须做出函数y等于s加1的图形 那么在这里我们先求出抛物线,那么跟直线它的焦点,意思也就是说我们来解联绿方程式 那么这个联绿方程式就是利用函数y等于s平方-1 那么跟y等于s加1,我们来解联绿方程式 所以我们就会得到s平方-1,那么就会等于s加1 我们把它换成标准形式,所以得到s平方-s-2等于0 我们来做因式分解,所以s-2再乘上s加1等于0 那么因此我们就得到s等于2,那么或者是s等于-1 当s等于2的时候我们把它带进来,那么得到2加1 所以得到y,那么就等于3 当s等于s等于-1的时候带进来,那么因此我们得到y,那么就等于0 意思也就是说交点坐标,那么就是23跟-10 所以我们在坐标平面上就来做一个直角坐标 我们先做出抛物线,函数是y等于s平方加1的示意图 再接着我们来做直线,函数是y等于s加1的这一条直线 那么抛物线跟直线它的交点坐标,那么一个是-10 那就代表这一个点,那么坐标叫做s等于-1 那么y等于0,那么跟这一点交点坐标叫做23 所以我们就把它对到s走来,那么这个点的坐标,那么就是2 那么题目要来求抛物线跟直线所围层的区域面积 意思也就是说所围层的区域,那么就是这一块的区域 那么这一块的面积,我们就利用定积分来计算 所以我们利用定积分,下线是-1,那么一直到上线2 所以定积分-1到2 那么方程式的计算方法就是上面的方程式,那么减掉下面的方程式 所以上面的方程式是s加1,减掉下面的方程式是s平方 再减掉-1,那这里我们就写加1ds来计算 那么因此就会等于定积分-1到2,这里我们就把它按加密排列 -s平方加s加2ds,所以就会等于 那么-s平方的积分就是-3分之1s3次方 再加上2的积分,那就是2分之1s平方 再加上2的积分,那么就是2s,所以下线-1到上线是2 那么因此就会等于-3分之1 那么s3次方上线带进来是8,减掉下线带进来是-1,这里我们写加1 再加上2分之1,上线带进来是4,减掉下线是1,再加上2倍,上线是2 那么下线带进来是-1,所以这里我们就写加1 那么因此就等于-3分之9,再加上2分之3,那么再加上2乘3,得到46 所以计算结果我们得到这个面积,那么就等于2分之9 那么因此呢,题目要求抛物线跟直线所谓区域的面积,我们计算结果得到面积呢2分之9 那么选项A呢2分之9,所以选项A就是我们的答案